商朝的前身是分布在以河北邯郸的张河流域为核心的族群 创造了下七元文化 仙商文化 到夏朝末年时 以商汤为首的商部落已经发展壮大 经过不断迁徙 商族的势力范围已经深入到河南东部商丘一带 与夏朝的仆从国葛国为林 孟子曾说过 汤史征自葛在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商汤借口葛伯不祭祀 法兵灭掉了葛国 随后又发动了对豫东一带为 故昆吾三国的灭国大战 扫清了下王朝东线的军事屏障 自此 商文化的势力进入了豫中地区 商汤在郑州营建了规模宏大的郑州商城 仅供殿宗庙区 工城的范围就多达四十万平方米 这就是考古学上的二厘港文化 早商文化 根据考古发现显示 在商文化尚未进入河南之前 位于洛阳掩施的二厘头文化 外校文化 不仅汇聚了大量的人口资源 而且不断向外辐射 晋南和整个河南地区都发现了大量二厘头二 三级文化聚落 与二厘头一致形成了众星捧月态势 这一发现也表明 夏朝的核心疆域正是河南和山西南部 二厘头是夏朝中晚期的中心独一 而夏商顶格的完成 也是以商文化全面取代夏文化核心区域 为显著特征的 获得夏王朝此前的土地资源和人口资源 是商汤灭下的主要目标 首先在河南 随着郑州商城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建成 二厘头文化对周边文化的辐射逐渐停滞 二厘港早商文化开启了 对二厘头校文化聚落的全面取代 原本属于二厘头文化二级聚落的望京楼 金河南卫辉 大士姑 金河南行阳 东照 金河南郑州等遗址 出现了与郑州商城规划理念一致的改造 这些地方的二厘头文化被二厘港文化所取代 而在二厘头文化的中心 掩饰二厘头遗址 以东仅仅六公里的地方 商汤在这里迎接了掩饰商城 在夏朝都城近在咫尺的地方 出现早商文化的军事诚意 恰恰表明了二厘头下都在夏朝末期时 失去了中原腹地的主导地位 被郑州商城代表的商王朝所取代 掩饰商城的建设初衷 应当是政府原下都一带的下一民 其次在山西南部 原本与二厘头文化高度近似的 二厘头东下缝类型 开始出现二厘港下层文化遗迹 园区商城和东下缝商城先后拔地儿起 显然在攻占了河南全境之后 商汤对太行山东南路 近西南地区的园下潮故地 进行了重新确认和控制 经过一系列的军事动作 以商汤为首的商族群 完成了对夏朝故地的全盘接收 彼时的商从过去的夏朝诸侯 跃升为天下共主 从文化堆积和文化分歧来看 郑州商城的使用时间达二百年以上 这也说明 商汤灭下之后 商朝的王姬并未另择他处 而是像夏朝一样 选择了九州之中的河南 而二厘港早商文化的分布 也是围绕 郑州一落一线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 此时的商朝江域西达域陕交界 东至江淮 北至商族故地河北张河流域 南至湖北黄域盘龙城 即使此后 商朝因种种原因进行了五次迁都 直至最终定都玉东的安阳 殷须 作为昔日王姬的洛阳 郑州一线 依然是商朝经营的重点 在五王伐咒之前 周人皆自称西土之人 这是因为关中以东皆属殷商 周人称之为东土便是这个原因 然而让人困惑的是 当周五王从公元前 1046年1月26日在昊京 金陕西西安 适时伐商级 直到2月21日 西州大军在蒙金 金河南洛阳孟金 渡河北上 在将近一个月时间里 周军如入无人之境 并未遭遇任何抵抗 据汉书载 孟金去周九百里 汉代九百里约等于今天的七百多里 周五王从西安向周王 离都所在抵昭戈 进河南鹤壁 进兵时 穿行了河南数百里 在洛阳郑州沿县商朝 军事据点和大型成衣眼皮底下 打摇大摆的在洛阳孟金 一带渡过黄河北上 商周时期 车战已成为主要的战争形势 据史书记载 周五王伐商的兵力构成是 战车三百 虎奔三千 加持四万五千 如此大规模的动静 想要在一个月时间里 悄无声息穿行整个河南地区 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周王又是什么时候 得知周军来犯的呢 吕氏春秋有记载 武王之围水 因是焦力后周师 武王见之 焦力曰 西伯将何之 无期我也 武王曰 不子期 将之阴也 围水在蒙金东北三十里 捡去焦力从昭各出发后 在路上锁走时间 大体测算可知 周王是在周军抵达蒙金前后 才收到了前线预警 急忙派使臣焦力 前往质寻西伯 将何之 西伯后你要去哪 得到武王公开答复 我要前往印度 换言之 当西周大军 从陕西进入河南以后 并没有任何一处殷商诚意 向昭各示警 那么这块商朝的龙青之地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考古工作者 在对以洛阳为中心的 玉西一带的殷商文化 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 玉西地区保留有丰富的 二里港文化遗存 这个上文提到的商汤 分别在掩施和郑州 修建大型都一项吻合 但整个玉西地区 却罕见殷须四期文化遗存 什么意思呢 从考古学角度理解 整个商朝历史 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 二里港文化阶段 以中心都城履谦 不定为特征的中商阶段 以安阳为中心的 殷须文化阶段 这三种文化一脉相承 都属于商文化 只不过在地层关系上 存在先后 殷须文化是商朝晚期文化 包括了盘庚治地心 昼王 十二位帝王时期 而殷须四期 则是末代帝王 昼王在位时的文化遗存 玉西地区 罕见殷须四期文化遗存 意味着昼王在位时 包括玉西 狱中半个河南在内的地方 都已经没有商朝人的聚落 不仅如此 这些地方也并未发现 先周文化或其他方国文化 对商文化的取代 俨然有点像无人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山东地区出现了 晚商文化东建的现象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地区 自新石器时代 开始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 当中原从养勺文化 龙山文化 二里头文化发展演进时 山东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脉络 北新文化 大问口文化 海带文化 越式文化 当商朝建立时 商王对山东一带的控制十分有限 考古发现显示 二里港上层文化 仅在金浦铁路 威山湖一线 金山东威山线 以东地区有零星发现 而到殷墟四期文化末期时 商文化已深入东夷文化的腹地 除交东半岛上残存有 东夷珍珠门文化外 晚商文化已经遍布山东地区 并向苏北和晚北辐射 山东半岛考古文化面貌的全盘商画 与史书记载的咒王 对东夷发动的大规模战争相吻合 上述发现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两点关键信息 第一 咒王在位时依然保有较强的军事实力 能支撑起商朝 对从未耐入中原王朝统治的东夷地区的军事占领和新据点的经营 这些新的商族据据点后来还成为西周初年五更 咒王在盼乱复辟的重要力量 第二 咒王对河南半壁的舍计 应当与周文王的经营拓展无关 并非商周战争所导致的结果 否则无法解释伊洛一县为何既为发现殷须四气文化 也为发现仙周文化一层 史书当中也没有任何记载提到周文王 周五王在灭伤前曾攻占掩施 郑州一代的殷伤救度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 伊洛一县的疆域 是咒王调整王朝治理重心后所做出的设计 即咒王放弃了对殷伤救疆域的经营 转而调动资源东向发展 那么我们不羁要问 商朝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周王宁可舍弃河南大片领土 甚至无视西州多年来的蠢蠢欲动 也要发兵山东攻打东夷呢 东夷在中国历史上 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力量存在 早在皇帝时期 华夏联盟对持有九离部落的战争 就是得到了以少号为首的东夷的支持 才取得的胜利 同样 夏朝能够建立 也是大禹通过屠山会盟 建立了稳固的一下联盟 夏朝末年时 商汤听取一饮建议 借故不向夏朝内供 以试探夏节能否调动九仪之事 当收到九仪不治的消息时 商汤立刻发动了对下的战争 有意思的是 在郑州商城遗址中 不仅发现了夏七元仙商文化的身影 同时也有大量乐视文化因素 河南大学侯卫东教授 曾将这一现象解读为 夏七元文化和乐视文化代表的 外来精英阶层 主导了夏商之际国家 社会和文化的重新组织 换言之 商朝的建立 同样是争取到了 东夷这个政治盟友的结果 但宜商联盟 就如同昔日的一下联盟一样 到商朝晚期时 也反目成仇 早在殷须一期出土的甲骨补辞中 就出现了对一方的征伐记载 当然 此时的战争还是零星冲突为主 到昼王的父亲无以在位时 东夷以公然与商朝为敌 实在 无以衰弊 东夷尽盛 遂分迁怀 但建局中途 不仅如此 同时向商朝发难的 还有西边的周国 第一处因 二年 周人伐商 所以 昼王继位之初 商朝面临着东西两线的军事压力 东边是东夷叛乱 而西边则是日益强大的周国 在选择东征还是西讨上 昼王颇有点难以抉择 据左传记载 商昼为离之兜 东夷叛至 昼王在骊国阅兵 东夷叛乱 昼王在骊国 金山西长治 阅兵 本义是震慑西边的周人 但没想到 却给了东义可乘之机 最终 昼王做出了优先稳固东部疆域的选择 他释放了原本囚禁在游里的周文王 还赐给他攻势辅跃 给予他征法之权 并维持了与周文王的表情关系 在一怀柔手段稳住了西线之后 昼王集中了几乎全国的军事资源 东向作战 据出图的甲骨文记载 昼王对东夷的战争规模空前庞大 均对一次往返的时间跨度长达六到八个月 并出现了俘虏夷人首领的补辞 基于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 昼王已放弃半个河南的代价 完成了对整个山东半岛的征服 然而 正如左传评价的那样 昼客东夷 而允其身 军事部署上的西清东众给了周人灭伤的机会 周五王带着数万大军从容的穿行了整个河南 直到兵临朝戈南郊时 周王才临时拼凑起一支乌合之众 但为时已晚 木野之战仅仅打了不到一天 昔日强大的伤亡朝就土崩瓦解了 头正能打起一支 绑起来 这 BEC 我澗洲 这关里 Attack 令人 说 军事部署上